一家人准备到国外,省吃检用终于攒负了钱买了去国外的船票 他们一家人上了一艘船,为了省钱,他们买了一些干粮带到船上吃 一路上,他们就吃这些干粮,看别人在餐厅里大快夺一,非常羡慕 心想,如果我们有钱,一定也要到餐厅里享受美食 快到终点的时候,女儿身体不湿,吃不下干粮了 父亲硬着头皮找到服务生说 先生,你能不能把那些富人们吃剩下的饭拿一些给我女儿吃 他身体不舒服,吃不下干粮了 服务生听了很震惊,瞪大了眼睛问 先生,难道你们从上船就没到餐厅吃饭吗 父亲说,没有啊,我们没有钱,我们买的是普通的船票 我们根本付不起餐费 服务生说,你已经付过餐费了,它已经包含在你们的船票里了 普通船是你们睡觉的地方,其他地方你们都付过了 你们快去吧,不然要到站了 等他们知道他们可以到餐厅用餐的时候,船到站了 所以,在我们的现实中,贫不可怕 可怕的是贫的思维,因为贫造成为首为脚 失去自信,失去探索美好生活的勇气和突破自我 不断前进的动力 打破因为贫带来的思维限制 培养创造性的思维能力 思维决定出路,你认同吗 我看一眼 在我心里有没有想像 尤其是什么 在你贫带来的意质